每个地方所产的石头它都不一样 所以说剪石头的话 一定要对当地的石头有所了解啊 不然你会跟美食擦肩而过的 就像这一块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看这个外表跟普通的石头 它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因为有些石头你当看外表的话 根本是看不出来的啊 然后这一块当时剪的时候把它敲烂了 它里面是有花纹的 先给它吸一点水 不然看不清楚啊 这个石头今天也是打算把它切开的 但是之前剪的时候往这里敲了一个口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石头最美的一面啊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美食的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发现有这个红黄色的花纹啊 这个石头 它有这个水晶孔啊 然后现在切开的话 就看一下里面的表现了 首先 它的花纹肯定是很丰富的了 好 我们先给它切上一刀 好 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美食的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红黄两种颜色啊 它这个花纹比较艳丽 就是说你看 这里有水晶孔啊 它以前是一些空洞 里面有结晶体 因为水晶跟玛瑙 它都是二氧化硅 所以说我们切玛瑙类的石头 经常就会见到 有水晶跟玛瑙 更生在一起啊 像这种 我们称之为草花玛瑙石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战国红 只是场地不同啊 它也是玛瑙的一种 像这种 也可以直接给它打磨抛光 当个小百剑 主要就是欣赏它这个天然的花纹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 点个关注点个赞 感谢你的收看小哥的视频了